這個經濟部長這個位子 其實我們對部長的期許 民眾對部長的期許 其實是滿高的 就像你剛才講 不單是整個台灣經濟的發展而已 其實我們都期待有更多 現在不容易找人 找不到人 這整個台灣的經濟的死結 尤其是現在這種經濟 大家相對之下 感覺不好的情況之下 這怎麼打開呢 難道就要像立委費洪泰所說的 要一直等到小英執政之後 我們經濟才能夠往前走嗎 如果要等到民進黨再次指責 那是2016年的事情 但是我們放眼這幾年 可能TPP年底會簽署完成 包括RCEP大概明年也會簽署完成 最令我們感到憂心的是 我們的競爭對手國韓國 可能在年底會跟中國 簽署中韓FTA 那憑良心來講 我們還有兩年可以等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先佔有市場的人一定是卡得緊緊的 你後續的人不論要怎麼追 都很難再追了 而且我們沒有時間能夠再停下腳步 等著要換人執政才能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 我們剛剛舉到孫運璇先生的例子 那其實我曾經採訪過孫先生以前的一個部署 那我就跟他討論說 如果孫先生還在的話 他看到現在國內立法院的亂象 他會怎麼樣 他轉述孫先生最後幾年看到立法院亂象之後 他講一句話 孫先生說 如果是他當部長或院長 他一定會心臟病發作 對 所以很難說換了誰之後 另外以後再也的人不會再去做杯葛 只要這樣子一個政黨惡鬥的狀況 維持下去的話 其實台灣的經濟 不論是換誰 只要大家觀念不變 都是這樣子互相的杯葛的話 是沒有辦法繼續的 對 別管說現在是2014 或者是之後接到2016 只要這樣子一個互相杯葛 惡鬥的這種政黨情勢不變 其實這個死劫永遠解不開 台灣人說要拚經濟 也不知道怎麼樣拚 因為如果繼續下去 只有自居於落後了 謝謝宇章到現場來 謝謝